欢迎收看新闻师傅 美国北卡来来纳州年日有示威 抗议再有警员枪杀黑人 警方议案件仍然调查中为理由 拒绝公布警员随身摄录机 在事发的时候拍到的片段 一项最新的调查显示 自至刚刚过去的8月 美国68个主要城市的警局 已经有六成三 正在实施着佩戴随身摄录机的政策 警方大规模使用随身摄录机 源于前年默苏利州 忽革新时黑人青年布朗 被白人警员射杀案 总统奥巴马为了平息民粉 推出连串措施 包括救治5万部随身摄录机 等警员执勤的时候佩戴 增加警队的透明度 警员带上随身摄录机 原意是希望录下的片段 能够释除公众疑虑 但实际上并没有规定 警方一定要公开片段 虽然公众有知情权 但当局一般都会 以为面调查或者审讯受到影响 作为理由不公开片段 有些州份甚至通过法例 令到片段可以在资讯自由化中豁免 好像是今次出事的北卡罗来纳州 在7月通过新例 由10月开始 必须要由法庭命令 才可以公开片段 而且也没有统一标准 警员究竟何时要拍摄 单纯依靠个人的判断 而7月底是芝加哥发生的白人警员 枪杀涉嫌偷车拆的案件为例 警方时隔一星期 才发放的警员随身摄录机片段 拍不到中枪过程 因为击毙黑人疑犯的警员 身上的摄影机当时没有录影 而公开的片段之中 也有警员叫同袍关了摄影机 如何妥善储存大量影片资料 也是警方的重大挑战 日本退行警员随身摄录的大城市 警局每星期都会有超过 一万小时的影片要处理 需要庞大的储存空间 甚至额外的人手去做 自然要花费大笔金钱 有研究估计 如果一间警局 一年要处理900个随身摄录机的片段 就需要200万美元 不过有时人算不如天算 加州奥克兰警方 自09年开始运用随身摄录机 并且将影片保留下来 但前年更新电脑系统的时候 意外删除了四分一的影片 警务人员配戴随身摄录机執勤 一时备受争议 有民众忧虑警方可能难拍 侵犯个人私隐 但录影片段才是最能客观呈现真实情况 利多于弊 使用随身摄录机 可以说是大势所趋 今集新闻师傅说到此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